哈喽,所有支持马来西亚三千课的朋友,大家好,我是麦洛,今天呢,如果你有看到这个视频的话,非常好,请你一定要看完,因为我有求于你,需要大家的帮助,那要帮我什么呢?就是要帮我寻亲,很好笑哦,是这样的,我一直很想去找回我爷爷 在中国的一些亲戚朋友,可是我一直找不到方法,我爷爷叫刘福,刘姓刘啊,然后福气的福,然后是来自中国的广东省的姓宜,他在大概18岁左右吧,然后就是192-30年代的时候,非常动荡不安的一个年代,就跟他的父亲男来了马来亚, 那因为家里非常的贫穷,我爷爷有很多兄弟姐妹,他在家里应该是排第八、第九吧,据他说的啦,以前告诉我,我小时候他跟我说的,然后好像是一、二个兄弟姐妹,那家里非常穷,他说穷到连树根都要吃,就没办法了,就,我的太爷就带着他男来了马来亚, 然后,可是我的太爷来到马来亚就随土不服,他没有办法适应这里的生活,就回了中国,就留下我的爷爷一个人自己在马来亚,我爷爷在这里呢,就落地生根,就开支三叶, 然后,在他年轻的时候,就娶了我的奶奶,生了七个孩子,那,我有问过他为什么你没有回过中国呢,他说,因为年轻的时候就生了很多孩子嘛, 然后,其实生活也非常的贫困,是没有能力回去的,然后,直到老了之后呢,他也说,已经那么老了,其实,父母亲也不在了,那,回去好像也没什么意义啦,这样子,当时,可能我也还小,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回去,所以直到他去世,我爷爷大概是九十九岁才去世的,非常有福气哦,然后,他都没有回过他自己的家,那,其实,多年前, 我的父亲的那一辈,他的兄弟姐妹,全部有回过去中国一趟,然后就有回到老家的,就是我爷爷的老家,可是那个时候,他回来之后,我就问我的爸爸,那你们拿了什么回来,有什么资料吗,然后我爸爸就低了一张字条,上面写着地址,然后这个字体写得有点潦草,那我就,大概在猜测,这个地址应该是这样吧,就是,在这里, 广东省信仪市水口镇高岭管理区刘乌村,希望我没有猜错这一个,这是他的字体,然后,就什么都没了,然后照片拍到的在我姑姑的手机,他的手机坏了,SIM卡也弄不见了,所以变成好像什么都没有,都没有留下,就只有这张字条,在2019年的时候呢,其实我,为了纪念我的爷爷,我曾经打过一部大型的舞台剧, 是关于我的爷爷的,然后当时,其实我在收集一些资料的时候,我又想过要,回去我爷爷的家乡一趟,OK,可是之后就碰上了这个疫情,一直到现在,我们也没有办法去中国,所以变成说,我,在那种过程,我有尝试,怎么样在网上可以找,找得到,我爷爷的家乡的人, 可是,就,找不到啊,就不知道用什么管道,直到我们开了这个马来西亚三间课,然后,在今天,我突然就灵光一线,就想,我们在这里,马来西亚三间课的频道,其实,蛮多,逼赞的,中国的朋友嘛,都是支持我们的, 如果说,不知道通过大家的力量,有没有办法,可能你们有认识,这里附近的朋友,还是你们有认识里面的人,那,说不定,可以让我找到,我的爷爷,兄弟姐妹的后代, 那,就可以让我联系上,我的这些远方的亲戚,然后,我的爷爷是,我们是高州人,高州人,可是我从小到大是,讲广东话的啦,那么,高州话呢,是断着的,是不会讲的,我爷爷有讲一些高州话,可是我爸爸也不会讲,我们也不会讲,我不知道,我会,我会,我,我会,我会,我会,讲,小小啊,他每次这样子讲话,哎,吃饭啦, 哦,呃,应该是蛮像广东话的吧,所以真正,高州话的一些音,香音,我是不太记得,只有一些印象,一些某些句子,某些字罢了,我是觉得我心里一直有一个,一个任务吧,有一个跟,好像一直,呃,挂钩在我的心里面说,哎呦,我很想去找回,我爷爷,当年他住的地方, 的兄弟姐妹的后辈,因为毕竟也是我的亲戚,ok,所以我很想去,呃,连接回这一些远方的亲戚,所以今天,我就透过了,这一个三件课的频道,希望,可以找得到他们,那,如果,看着视频的你,有,有认识到,或者有,就,不,不一定是他们,或者身边,或者附近的人, 一步一步,看有没有办法让我找到他们呢,嗯,今天的视频的目的就是这个,呃,那我就,讲到这里,希望会有好的消息吧,等你们。 Авplaforны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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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